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架波音747刚落地 四名假扮成机场保安的恐怖分子 便驾车冲了过来 他们二话不说 对着地勤人员便开始疯狂扫射 乘务长尼尔加立即下令关闭舱门 但还是晚了一步 一名捷迹者向着驾驶舱快速冲去 然而当他拉开门时 发现里面竟然是个衣柜 很显然他们对747不熟悉 趁此机会 尼尔加连忙打电话给驾驶舱 但他也遭到了恐怖分子的威胁 副驾驶收到通知 还想出去打探一番 但机长却说 我们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当机器者挟持着尼尔加撞开舱门时 三名飞行员已经通过天窗 锁降到了地面 没有飞行员 恐怖分子的计划彻底被打断 为了便于管理 他们把所有乘客集中在了客舱中部 并且命令他们关上窗户 随后他们便押着一名美籍印度人 打开舱门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谈判 原来这些截击者来自巴基斯坦 一个叫做阿布尼达尔的恐怖组织 他们的计划是劫持一架民航客机 逼迫巴基斯坦政府 释放那些被关在狱中的同伙 截击者威胁谈判人员 在30分钟内派飞行员上来 否则他们便开始杀人 这个要求机场方面当然不会答应 因为飞机一旦飞上天 情况就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30分钟转瞬即逝 截击者当着谈判人员的面 枪伤了一名美籍印度人 并且威胁他们 时间拖得越长 死的人也就越多 面对恐怖分子的残忍杀戮 所有人都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中 尼尔加也忍不住开始哭泣 就在此时他想到了父亲对他的教导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原来尼尔加不仅是一位空姐 还是一名模特 身性善良的他接受了包办婚姻 但丈夫却嫌他不会做家务 经常对他进行家暴 好在他拥有一对开明的父母 在和前夫离婚后 尼尔加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了泛美航空一名印度籍乘务长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第一次担任首席乘务长 便遇到了劫机事件 尼尔加擦了擦眼泪 鼓起勇气走了出去 由于迟迟等不到飞行员 劫机者开始处决人质 这次他们准备拿美国人开刀 当劫机者让尼尔加帮忙收取护照时 尼尔加联合其他空姐 偷偷将美国人的护照 全部扔到了座椅下面 找不到美国人的劫机者 决定拿英国老开刀 千军一发之际 谈判人员告诉劫机者 飞机上有一名无线电工程师 可以利用无线电进行通话 为了拖延时间 谈判人员谎称 飞行员正在赶来的路上 让他们先放了老人和儿童 双方的谈判僵持不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截机者渐渐失去了耐心 于是他们枪伸了无线电工程师 看到截机者再次杀人 尼尔加知道 他必须要做点什么 否则恐怖分子会把他们一一杀掉 于是他趁着发放食物的机会 偷偷把一张逃生指南 塞到了一名乘客手中 到了晚上 飞机的备用电源耗尽 机舱瞬间便陷入了一片黑暗 截机者以为军方要冲进来了 情绪变得十分暴躁 尼尔加健壮连忙上前解释 但截机者的精神 早已到达崩溃的边缘 他们开始向人群射击 客舱瞬间便乱作一团 黑暗中 尼尔加迅速打开了逃生操门 开始疏散乘客 那名男乘客见状 连忙打开了另一个逃生口 人们纷纷涌向出口 开始逃生 但也有人在和截机者拼命 看到场面已经失控 一名截机者彻底失去了理智 丧心病狂的他 竟然拿出了手雷 另一名截机者健壮 立即上前阻止 因为一旦发生爆炸 他们所有人都回不了 同时让尼尔加赶快离开 但他却再次返回了客舱 因为座位上还有很多乘客 就在此时 尼尔加听到了孩子哭声 于是他立即循着声音走去 结果在浓烟中 发现了三个孩子 就在他们即将到达出口时 一名截机者发现了他们 危急时刻 尼尔加用自己的身体 护着了三个孩子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最终泛美航空73号班机上 379名乘客中 359人幸存了下来 而尼尔加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那一天 距离他23岁生日还剩两天 很难想象 在印度这个男权至上的国家 尼尔加作为一个 身受传统习俗束缚的女性 竟然能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并且做出清晰的判断 拯救了359名乘客 这和他的家庭教育 以及个人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1987年 尼尔加被追守 阿肖克·查克拉最高勇气勋章 她是最年轻 也是唯一一位 获得该荣誉的女性 尼尔加是一位平凡的姑娘 但她却拥有着最不平凡的精神 她用单薄的身躯 和强大的意志 向我们展示了 人类难以置信的精神和勇气 可惜 再高的荣誉 也换不回这个美丽勇敢的姑娘 最后还是那句话 愿每一次飞行 都能够平安到达